詞曲 李宗盛 真的是一齣非常好看的戲 無論你是因為北安爸爸來的 還是那個西文而來的 或者是為了敬敦而來的 我真的覺得 就只能說這是 這是一齣非常好看的戲 這個戲的腳本本身就有 兩首歌曲 它好像不宜有太多 太心機性的 渲染的情緒的配樂 就像一般的心機配樂一樣 而且更何況這個戲 還有很多自然的聲音 對 然後不管是水聲或是物件或什麼 然後空間的環境等等 所以反而是 歌曲在戲中已經成立了一個 角色之後呢 簡單的彈出它的單音 就可以產生情感的張力這樣子 比如說過年過節啊 或爸爸有什麼聚餐啊什麼的 然後 比如說他來台北 可能call我 那因為劇場 只要整排排練 其實你人不到場就不可能做事嘛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跟爸爸說 不好意思我今天要排練 要彩排 要演出 就沒有辦法 那我相信不只是我啦 我相信很多現代人 可能都 都會面臨這樣的狀態 如果是真的在演出當下的話 可能會有百分之二十在想水真的很冷這樣 對但是其實在台上 雖然跟老師 就爸爸這個角色沒有直接的交集 但其實我一直都在聽爸爸的聲音 因為在戲裡面這個 我其實是有放爸爸講話的這個錄音帶 所以他很像是在聽爸爸過去的聲音 然後他一直在反除著過去跟爸爸相處的時光 所以在場上就是這是一個我在水箱裡面 行動活下去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電場如果觀眾來看到一定會找到自己跟這齣戲 或者角色的關係 那個東西我覺得是非常好玩 因為我在這個劇本裡面找到我跟我爸爸的關係 我用我爸爸的觀點來看羅北安的時候 我覺得一切都好像明白了 我自己也作為一個觀眾 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如此美好 真的真的 當然有很多遺憾 我跟我爸之間是有很多遺憾 因為就是一個generation 他是民國六年生的 我是48年生的 但是中間有很多 又不能講或者講出來了 或者是我覺得蠻蠻那個的 就是其實有點像他講的就是說 在他們走之前你有好好地抱過他們嗎 有沒有 有沒有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看完這齣戲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打個電話給爸爸媽媽 有機會的話抱抱他們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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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